2021年的1月23日 今天我们要看的店呢是这家 店家红木馆 也不算太大 接下来给大家一起来看看他的货的品质 没有生意 老板直接睡起了午觉 店家红木第一套户 越南经典款的葡萄园桌1.38米 桌面是一个一幕两开 我摸上去这个手感还是可以 做到一个清漆 颜色呢 偏深 适合深色装修 牙板做到一个镂空雕 都是一体的牙板 属于是一个老款星座 配备有10把椅子 所以说可以做10人 正常来说是配备8张椅子 但他这一套加配2张 加多到10张 配备10张椅子以后 那就可以做更多的人 当然做的时候可能要做开一点 才能做得下 然后这里有一套1.5米的 这个款式我只能给他取个名字 就叫他孔明椅 就像那个诸葛亮 当时那个官帽的造型 咱们暂时就叫他那个孔明椅好了 或者是叫诸葛椅吧 诸葛餐椅搭配长方桌 适合小父亲这么一套 便电话礼物的 颜色偏浅 左右两边一边一个抽屉 桌面板是一个毒板 所有的凳子也是毒板 靠背这个造型 说实话还是可以的 很有文化气息 就是吃饭的时候也不忘记 咱们的伟人名人 诸葛亮 那这就是他的第二套户 第三套还是我们常见的1.2笔 明石元台 刚刚前面几期视频给大家看了很多了 包括那个脑表 脑表那里也有好多套 还有前面那里 之前给大家说的也有好多套 那就不过多的介绍 第四套也看一眼吧 1.5米的 但是他这个桌面板的话 是做了八个座位隔开的 就不是一块板的 这好像是1.5米的 座板 椅子座板标配 全部毒板 牙板一体 颜色 在灯光的衬托下 这个黑红黄 那是分明的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颜色怎么样 欢迎留言 最牛逼的两套户 那就是这两套了 老月这里最牛逼的两套 那就是这两套 越南经典黄工仪 应该是一个改款以后的黄工仪 跟那种牢款的不一样 牢款的话 气型显大 它这一款的话 气型显小 是根据那个故宫博物馆 仿制出来的 下面做了一个八字型的造型 更加的牢固 所以说也是经过一系列的改动 料子的话是红黑料 做工还可以 清晰工艺 这些牙板呢 这些脚花 我看着还行 整套花纹搭配也还算合理 寓意红红活活 后面这一套 比前面那一套来更红一点 但是它也是 还是跟黑红料是同一类型 但是这一套更红 也是老月这里最牛逼的两套 酸汁也是最值钱的 老月这里最后一套 国色天香 沙发缅甸花里十件套的 它这个东西是全套 带特殊花纹的精挑料 花纹不算特别满 但是零零散散 还是都是带的 颜色呢 也是偏深 适合深色装修 还是那句话 买是买不起的 钱是 我也是拿不出来的 然后 今天的探店 几乎就到此为止了 欢迎大家踊跃评论 关注点赞转发 给予一定的建议 天不会不难 我不会不在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